你做了那麼多東西 那為什麼那件戰衣你不做輕便一點呢 做到那麼辛苦 你背了上身 好像說十級痛 是嗎 不是 那個戰衣其實 我們想還原度高一點 我只是舉個頭盔 頭盔是用了二百多個組件組合而成 嗯 你可以輕的 是呀 可以輕一點 你很容易散的 真的不行的 我們盡量可以輕到輕 有些人問 那為什麼你不用電腦 特地畫上去啦 要不要穿 那麼辛苦 那又不行是不是 可以 當然可以 你看Irman其實 他只是穿上半身 下半身沒有穿過的 不過我覺得 要感受到那個重量 你才知道實在感是什麼 那件衣服要保護你 那個戰甲究竟是什麼 好啦 今天就是我們請到 古天樂先生 上到來就是口水多過浪花跟我聊天的 剛才說了有很多我自己想知道的東西 跟他聊了一會兒 那現在就要講一下這套明日戰記 哇 你這次真是非常之樂力宣傳 是不是因為 這套戲是你自己的心願 我看就說籌備都籌備了十年了 很想拍十年了 是否真是你的心血 你自己的心願 你自己的心願 我想也有成九 零幾年的時候 我自己出了一部玩具大戰 那時候我們有去出一些外景 不是充滿書 我們也有一些 making of 去訪問一些 可能是賣馬的作家 或者是收藏玩具的那些收藏者 我會陪我去買玩具 看看我買機甲 玩具的心得 那時候我在訪問 我已經有說過 那個人問我 你收藏我這套做甚麼 我說沒有啊 你信不信 我希望借著這些 一比一好玩具好 給我一個動力的 第四百步 星球大戰 我說你信不信 那個人當然說不信 20年之後 今天我做了 那時候我說而已 你問他 為什麼我們一部都沒有實行 然後去到 剛才你說十年 是甚麼呢 我們要逐步逐步來的 首先 我覺得有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班底 即是自己的特技公司 然後開始 又要開始做劇本 做劇本的過程最困難 因為他寫了兩三年 我扔了幾個劇本 最後才到這個劇本 然後開始做前期製作 包括 因為未拍之前 要做很多 包括特技 我們要做Previous Previous就是 好像一個鏡片那樣 成佈的 繁例動作鏡頭 已經拍攝成動畫 你去到現場 所有的演員就是 看過動畫 就知道 不用靠來幻想了 嗯 因為後面全部是綠的畫面 不是 我們這次 把所有 如果搭到的實景 搭出來 都盡量搭出來 所以讓他們的真實感強很多 然後就是做道具 因為裏面所有的服裝 車 整個基地 所有置景的東西 都要重新做 沒有的 很大型的 車是我們才撰出來 沒有這輛車 這個世界上 那些街是 其實沒有的 是用貨櫃兩邊 組裝 很長 尼敦道 這麼長 全部全部補了六部 又製造了地上,铺上那些油漆,那些纳青漆 然后基地就照做,铺上纳青漆,停机坪,飞机 又製造了那些出入口,很大型,做了平民居才最糟糕 弄了很多东西,那里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 到拍摄,拍摄完之后,不是很久了,四个月都拍完 拍完之后做特技就很久了,因为中间又经过疫情 疫情刚刚开始经历,但疫情也不过,那部戏是什么时候上 那时人们经常说,战技是一个都市传说,这部戏是不存在的 你做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那件战衣你不做,轻便一点呢? 做到这么辛苦,你背了上身,好像是十级痛 不是,那个战衣,我们想还原度高一点 我只是举个头盔,那头盔是用了二百多个组件组合而成 你可以轻的,但是可以散 可以轻一点的嘛 你都可以散的,真的不行的 我们都尽量可以轻到轻的 有些人问,为什么你不用电脑特技画上去呢? 需要穿吗?这么辛苦? 那又不行,是吗? 可以! 当然可以! 你看看Ironman,其实他只是穿了上半身 下半身没有穿过的嘛 是是是 不过我觉得,要感受到那个重量 你才知道那实在感是什么 那件衣服是怎样保护你 那件战甲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穿了之后,当然可以选择不穿 但你问我和青云都是穿的 那实在感是强一点的 不过就很辛苦,因为那件衣不是十级痛 那件衣服是三十三磅 你问那时还是夏天,三十几四十日到 有打电脑,里面有时在厂拍,焗到电脑也透不了 那之后年纪开始,其实之前也有颈痛 第四、第五颈痛 有时痛下不痛 拍完之后,不久就开始剧痛 就是右手和右脚,先是右手麻痺 接着右脚麻痺,睡觉就睡不到 第一个姿势就睡不到 接着开始问医生,医生说 你真的很严重,因为神经砸到 你真的有机会再这样,就可能有机会 有事的了 即是那些神经病死了 那我就做手术 那时我还在拍电脑,给了一些麻痺药 去止痛 做完之后,就减了一点 立刻做手术,就没事了 现在没事了 那会不会再开Part 2 会不会再要穿这件衣服 Part 2再说 看了金部里的所有一切 你自己OK,这个这么久的心愿 原来20年前已经说过了 拍了出来 你自己老老实实 有什么满意的地方 和不满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 科幻片,我想我们从来都没有拍过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因为你也知道 这个尝试是要赔上的 就是花上的 很多时间 很多金钱 很多人力物力 还有很多场合 做特技最难 其实不是电脑特技最难 最难是一个设计和设计 你如何设计的场合 全是幻想 跟着电脑做出来 还有故事 我觉得观众现在看很多电脑 他会比较 虽然这是我们自己香港做的 但是他看过外国那些 这个也是你要考虑的部分 当然一定要 所以我说 我写了这么多个剧本 我把他丢掉了 很多事情 但是你问我 我那时候写了两三年 我发现这部剧本 永远都是发生了一件事 写了几个剧本 都总是觉得 这部剧那部剧那部剧那部剧 你永远都是 一天明年拍了二十多年 三十年 什么题材都真的拍过 还有人家起步了 二十多三十年 做电脑特技方面的经验 还有技术已经提升到 另外一个 你幻想意外的层次 那我们现在才起步 你问我之后就困难重重 但是我慢慢做 不要紧了 我整个团队的方向一致 去做好这件事 有没有不好 当然多企业永远都有 就算他们也有 不要说我们 但是你问我 我永远就是 因为我做了所有事情 我又要看片 又要剪片 又要搞对白 VO 调色 所有的音效 不停地看的时候 你每看一次 就会发现到 如果这样拍就会更好 就算不是特企片 也是我们自己演戏 也是 你回去看 为什么当年这样做 永远都有不足 但我说最重要是 你必须要走这一步 否则 现在已经落后二十年 你想落后三十年 四十年 甚至乎根本这个大序 以后都不会在这里单身 所以这一步 不是一定要走出来 嗯 你说 刚才听你们聊天 就说 进到戏院 看到很多是一家大小去看 很多小孩 我这几天都有借票 我看到进去 有时说 我们说完感受之后 现在问一下 现场观众反应 我看到很多小孩 两三岁 跳下跳下 很可爱 我告诉你 那些怪兽很可爱 害怕是人 打包闸 就是一家大小去看 我问她 你怕不怕里面的怪兽 他说不怕 我这么大胆 我觉得这部电影 我最初以为 是男性观众多些 但又不是 一家大小多些 有时我看西片 那些科幻片 我看有时都看男性 可能拍拖 我又很少看到小孩去看 不知為何 但這部戲很奇怪 有很多小孩去看 那算是一個額外的驚喜 我想是 你初頭也沒有想到是一家大小的嗎 沒有想過 但真的很感謝所有觀眾對我的支持 一家人去支持 小孩看得開心 其實已經很滿足了 票房也很好 很好 後來你有個彩蛋 後來是否有Part2 不過看這部戲的成績 不是 是怎樣的成績 你才是開Part2 怎樣的成績 起碼都叫做 你這次的投資很大 起碼有機會 你不要說叫回本 打個和我都會開 真的要奮力拒追 我只可以這樣說 打個和是多少 可不可以透露 算了 現在的事情沒有 剛才上一節跟你聊天 你說 你現在什麼都是想著 電影 劇本 這個就叫做 還了一個心願 開不開到第二部分 我們看看那個票房 看看觀眾的支持 你心目中還有沒有 像明日戰記那樣的電影 想拍 什麼類型 有 其實我之前開了一個 PressCon 有說過 我將會接下來拍一部 太空天梯 即是說 在這個太空 不是錯過飛船 真的去到太空 來做太空的大戰 一幫人 去阻止一件事進入地球 又很緊湊 總之是由頭到尾 這是你將來拍戲的方向嗎 不是這件事 有很多CG 有很多特技 這部電影是因為我這次 用LED的技術來拍 整個廠是360度的LED 做到一個太空無重的狀態 我們也會有太空船的道具 每次拍板 還有我們調威亞的方法也不同 要做到輕 不要叫他找梁威亞盯著你 然後你自己扮 自己扮無重狀態那些 真的不行 你這麼多人 你怎麼扮無重狀態 一個不是就不像 所以我電影的方法也不同 因為今次我們用 iMAX和LED iMAX是很大部機的 有操作方法也要學一次 還有LED後面有很大的Panel 有一些人去控制的城市 景色拉遠拉近 地球在這裏 我想拉回地球近一點 他就這樣 我們站在前面拍 但是技術的難度和控制程度 我想是以往我們沒有掌握過那樣的 但其實現在在外國 其實有很多電影是用這個技術的 這個投資更大 大大很多 還有技術是難很多 作為今時今日的古天樂 你那個抱負是什麼 你希望怎樣 還有你怎樣看香港的電影界 香港電影其實你問我 我必須要多元化去開始 還有最重要的是 電影是一個工業 這個工業必須要有些 先進的拍攝方法 以及創新的思維 配合先進的拍攝方法 這樣你才可以拍一部不同的電影 譬如這樣說 我們現在拍攝警飛片 又是警飛片 有警飛片 如果那部警飛片 就像Lolan的那部天能 那你覺得怎樣看呢 你問整個事故 的傷的問題 它有搗轉所有東西 很消瘋 拍攝物件很麻煩 但其實你只會把一件事 加入不同的元素 你可以叫科幻元素 但是在拍攝鏡片 那這個世界會如何? 所以可以很不同 但我想說的點是 我們這個工業一定要學懂不同的技術 然後將現有的題材創新 我覺得要向前走 不要經常吃老闆 是的 你這樣想 我做了 但你同時也是香港什麼演藝人協會 是我們全部香港的電影 都關你事 你怎樣推他們走前 只有你這樣想 可能有一些人這樣想 但會不會有很多人未必是這樣想 你要搞清楚這些事情 不是我推 剛才我做了一些協會 還有一個會 就不提出這個會 但有一個這樣的會 那個叫老闆會 是真事的 你知道嗎? 那你就跟老闆會說 那我要說服他們 如果他們看到今天這部電影的成績 那他們會有信心 是嗎? 是 但你問我真心的 就算我現在處理那部天梯 我也想找導演幫忙 但你頑固所謂現有的導演 其實你叫他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攝影師 不要說導演 都不知道怎樣掌握這件事 那你何況我又跟老闆說 找誰拍 那又要培養人才出來 你剛才說總會 那麼多人都要看 就算是看我的頭 那時候 我希望大家將製作模式改變 但你說這件事怎麼推動呢? 始終有個投資方 他投資才會產生這件事 你不是認識很多老闆的嗎? 你也是老闆之一 就算是 我的想法不代表他的想法 是不是 有時候他拍一些 當然不是啦 穩陣的商業電影 始終公司 在公司壞事來說 我都說 始終賺錢是最重要的 但我覺得進步也很重要 所以我很難去跟他們說 他們這樣想 只要我自己慢慢去做 做到他們覺得 他們開始相信這件事 開始找人去做 或者開始培養下一代去做 那你變成了 下一部又要不同了 因為他們看到這部成功 一窩蜂又去拍這種 這些無德是窩蜂 你搞錯了 真的 譬如說 那些警匪片 或者已經出名的 收得的第一集叫IP 你就可以繼續拍下去 這些無德是窩蜂 為什麼呢? 你製作也要花時間 是不是 我現在很開心 我心想 我一定要拍一些 那我當然 假設跟我談 你想拍什麼 提醒我 我想拍什麼 好啊 我幫你思考 好啊 那他投資多少 我幫你思考 總之符合你的不絕以來 那什麼時候出呢? 四年後 最快 你怎麼知道四年後的市場又怎樣 是不是?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可不可以快一點呢? 可以 因為你現在已經拍了第一部 你知道怎樣去行 我經常都會說 下一次可能我都會 盡量去調整這件事 怎樣提高製作 快點讓製作完成 你問我外國的影片 全球一起去做 嗯 你拍完之後 他可能是九月至一年 他做了所有特技都可以 嗯 可以這個方法 嗯 你無法騙 因為為什麼 每間公司要這樣 你知道如果加起來 那裡有五、六千人 甚至是一萬人 做一部戲 全球 嗯 那就好了 我們香港可以 很多人有空開 不可以 不可以 就算他們找這個公司 都是跟這間公司合作開的 他覺得OK 那個水準 他們會跟他做的 那麼你這麼多間公司 這麼多人 那不會是他養死 就是判給他做 Drop by Drop 或者做幾多分鐘 幾多場 這樣做而已 不行 你不可以賠育 你問我不是不行 他們都不是這樣賠育 我這樣說 應該是 他們是在全球去做 是拍攝方法 他們是怎樣做 怎樣做 創新一些 都是他們後面執行的特技 聽導演說 怎樣做出來 他們把資料都給他 照樣跟著 不過你拍這套的時候 沒有人拍這樣的電影 所以可以等你這麼多年 我們沒有 是嗎 但是出了之後 以後不可以這麼多年來拍一套 是嗎 是不可以 不過你問我 是可以縮短時間 但是都是要時間的 快的都要兩年 你不太急 真的 外國的都是嗎 是 很快都是兩年 你有沒有想著拍一些 不要那麼大陣仗的 小本一點 有沒有什麼愛情片 會拍 是不是不吸引你了 現在 愛情 愛情 你不要只顧一些 男觀眾 家庭觀眾都有看 但女觀眾 買票入場都很重要 那些就是 來自猩猩的你 哈哈 好像很嫌棄 那樣 沒有 你會不會跟外星人 就像羅茲威爾那樣拍拖 愛情片 可以進男美女 剛才就說了 那就是 來自猩猩的你 還是你想跟羅茲威爾那樣拍拖 當成星星的你 那不是科幻片 是科幻片包裝 不是科幻片 你不會拍這些小本 你現在一看都是大製作 不是我這樣說 其實有些戲 也有的 他們在韓國國內都有的 科幻包裝 即是slogan是科幻 即是宣傳是科幻 但實際上是很少的 其實沒有的 但那種 那不是 不是另一個圈進步的東西 即是提不到興趣 不是提不到興趣 不是我們進步不到 其實就是拍戲 那即是你現在的心 都是放向一些大的製作度 我不是大於小 沒有所謂 其實大於小是怎樣 你只要兩步的東西 同時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減輕兩步的成本 是真的 不過你問我 始終都要請人做 後面的特技 都要請那麼多人走 我們不是很想靠別人 那現在我們可能 都要想一些新的方法 你除非兩步一起進行 那你可以這樣 是啊 那可以省一點 一開就開一個三集的 那不就更好 你這個是一個IP 即是那時候拍 什麼 Adventures Endgame 兩集一起拍 那當然可以減影成本 是可以的 會想的 都是要看這部點 對 這部點 知道